好 第28题 我的A是1.4 然后我的R呢是1.16 然后1.16除1.4 所以他是4.16就1.4 so这一个是小过1啊 所以我的S infinity呢 然后我们找S infinity S infinity是A1.1-R 所以他是1.4 over1-1.4 所以是1.4 over3.4 所以他答案会变成1.3 OK 这个A是4 R是2.4 也就是1.2 so我的S infinity 是4 1-1.2 然后拿到18 好 接着这一题 我的A是4 我的R是16.5除4 然后才变成4.5 4.5小过1 so我这一些都是要在1跟-1之间 所以我的S infinity等于是1-4.5 1.5 20 OK 然后我的A是63 我的R是-42 不 63 6 7 42 7 9 9 9 7 63 这个是小过1 1-4.5 然后我的S infinity是63 1减掉 减6 7 所以63 然后13 7 所以我在这一边63 1加6 7 然后是41 然后是41 我这边做错了 他这一个其实是减了2 3 他这一个是减了2 3 ok 然后 67 42 96 97 63 然后6 9 2 3 -2 3 63 5 3 所以在这边 5 6 38 18 9 5 OK 所以我在这边 6 63 1加2 3 所以是18 9 5 对 好 接着我的A是6 R是3 6 也就是1 2 so 我的S Infinity 6 1 2 1 12 12 然后我的A是7 我的R是0.7 7除7等于0.1 然后我的S Infinity 是7除1-0.1 然后是7除0.9 然后7-9 所以它是7-9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记得我的这个S Infinity呢 它的Formula呢 是 那一个 呃 A 1-R 然后我的R 必须在-1跟-1之间 不包括-1 不包括-1